一把刻刀 一块石头 50年来他在石雕中追求着自己的梦想 就像我的艺术品能摆到自己顶级的播放 从乡村到城市 从中国到海外 追梦路上他经历怎样的磨难与艰辛 就是死活 你还要在外边怎么生存下去 你要顾几个面子 小石头里也有大世界 他用号称价值百万的双手 雕着着一件件精美的艺术精品 做任何的艺术 不能用手去做 一定是要用神去做 才能做出思想 敬请关注本期流行无限 青田石雕大师 牛克思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流行无限 浙江省青田县相传是女娲补天仪式下凡的地方 这里生产一种美丽的石头 青田石 几千年来 这里的石匠艺人们就用这种石头 创造出一件件精美的作品 如今在青田县有这样一位石雕大师 他的梦想是让中国的石雕艺术登上国际艺术殿堂 让全世界都了解中国工艺之美 为了这个梦想 他努力了五十年 从中国到海外 他经历了哪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历程 他的追梦故事也有哪些传奇色彩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青田石雕大师 牛克思 说起牛克思 在青田石雕界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让他成名的不仅是因为他这个让人意想深刻 牛气冲天的名字 还因为他一件件牛气的作品 作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牛克思的作品在国内屡获大奖 被众多艺术馆争相收藏 他的作品《楼阁山子》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 曾以134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 创造了中国当代工艺品净买交易市场的最高纪录 50年的石雕追梦路上 牛克思成就了属于他自己的辉华 在青田县的一处展厅中 我们见到了59岁的牛克思 身材魁梧 性格爽朗 常年最新与石雕创作的牛克思 在刚开始面对我们的镜头时略微有些紧张 但一说起他钟爱的作品 言语中充满了自信 这些都是青田石吗 是 我们青田的石头它主要是颜色比较丰富 五样六色 什么颜色都有 红黄 然后白 黑都有 它青色的比较多有 很多人就把我们青田的石头称为是格格 因为它是很端庄 荡雅 牛克思的作品大多以山水题材为主 或大气磅礴 或温婉细腻 其中一件名为芙蓉国里近朝辉的作品 是牛克思近些年来最得意之作 在这件作品中 十多状亭台楼阁 依山而建 分布错落有致 小桥流水 点缀其间 书音之下 区境通幽 别有天地 山坡之上 茶座凉亭 情趣盎然 仔细观察之下 作品中还雕刻了 一百多个米粒般大小的人物 或三两站立聊天 或撑船放歌 或喝茶小气 如果再深入观察的话 透过房门还能看见每个屋内 都有人物活动的场景 小多天空的记忆让人叹为观止 我觉得这块石头特别像一个小社会 就是一个微观的世界 里边人们都在特别休闲的生活 它这个很难想象 在树叶底下盖着这个房子上面的 屋梁一根一根的都雕出来了 这种雕的它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地呢 这个属于漏雕激发 漏雕是达到一个境界的 它就是感觉比较立体 我们可以从树洞的这个位置里边 可以把小刀伸进去雕的 我们里边就像跟真的这种建筑物 跟这个树林自然的生长规律是一样的 牛克斯告诉我们 这种多层次的漏雕手法 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 是青田石雕最大的特色之一 精致的细节刻画和复杂的层次处理 是其他玉石雕刻都难以做到的 层次越多难度越大 在这件作品中 山中有树 树叶层叠叠 透过树叶间的缝隙观察 里面的房屋并没有因为不起眼 而且单刻画 相反屋顶上的瓦棱清晰奇整 房屋雕梁化洞 屋内的小人形态各异 不同的角度就能看到不同的景致 要雕刻出这样一件作品 难度可想而知 我看您这个作品的特点 我感觉就是每一片树叶 您都不会错过 就是注重每一个非常小的细节 您是不是也特别享受 就是这种把它叼得特别精细的 这样的感觉 是啊 每一片树叶 我们是不同 因为它的圈插过程 它都是有一定的手法去叼的 碰叼一个都不可以的 今天人的头发是一样 哪怕一条翘起来也不漂亮的 也不得书整好 一样的 每一个窗户里面都是很规整的 叼这个作品用了多久呢 时间应该有两年多 因为我调这张作品 我觉得很多人问到我这个时间 我应该说是用我医生的 最精华的经历来调 和这个经验来调的 所以我能代表我的一种 一个 巅峰的状态 的状态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牛克斯只专注于这一件作品的创作 这份耐心和毅力 已经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了 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为了构思这件作品 牛克斯还在雕刻之前 花费了三年多的时间 在一生当中 能够雕刻出几件传世之作 一直是牛克斯的梦想 2004年的时候 牛克斯在市场上 一眼就相中 这块颜色俏丽的青田石 直觉告诉他 这块石头 一定能雕出一件好的作品 但是当他买回家后 思来想去 却一直没有好的创意 于是就把它放进了仓库 在那之后 他每天都会到仓库中 看上一眼 就一直扔那里 扔那里 虽然是石头扔到那里 在我脑子都没有扔掉 我现在这个石头 老睡到那里也不对 我想想还是让他觉醒过来 就有一天就把他搬出来了 那离他 就是您扔在仓库里有多久了 最起码一三四年 想了这么久 因为他们有灵感 你不要去碰他们 我是这样的石头 一直放在那里 有一天就突然有只灵感了 他又把它调活起来 那么活起来 肯定是要融入我们的文化 我们民族的文化 一种休闲的这种建筑 我们人们需要的这种感觉 我就在他里面表达出来 在石雕界 有着一向敌酒公的说法 可见像石对于一件作品的成败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纽克斯的艺术追梦道路上 一向追求完美 没有好的创意 绝不轻易下刀 这是纽克斯这些年来 创作中的一个最大原则 作为纽克斯的好友 北京国石艺术馆的馆长 艳爱健 对此又深刻的体会 是纽克斯雕的很多东西 我觉得很重 这个重头在哪呢 创意上 就是因为它对每一块石雕 都真正的在雕刻之前 在它的下刀之前 它都会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 就是跟石头对话 这种东西除了它的悟性以外 除了它的天赋以外 还要一种什么 对石头那种热爱 从创意到雕刻 纽克斯花费了七年的时间 最终成就了这件得意之作 这件作品问世之后 被石雕界公认为 是现代石雕作品中 漏雕记忆的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这个作品雕完之后呢 就是反应是相当不错 那么很多人呢 确实想要购买这些作品 几千万都有出过 后来越是这样 别人出门 我越觉得不卖了 就是说 因为作品在我心目中 比嫁女儿还要心疼 女儿嫁出去 有时候呢 还可以叫她回来看看我 这个作品呢 你真是卖出去的 你想看的看不到 这样是我体会过很多 所以您是舍不得她 舍不得她嫁出去 就是这样 如果说 芙蓉果里 近朝辉 代表了牛克斯石雕记忆的最高成就 那么作品 《避水流运彩云间》 则更多地展现了 牛克斯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这块石料看起来很特别 就是外边都是这种紫褐色 只有这一块 有点像郁郁的感觉 这是什么石头呢 这个夹板洞 夹板洞 我是不是从字面理解 它两个把这个中间 那个洞一样的石头 给夹起来 对 牛克斯告诉我们 当时这块原石并不起眼 外面包裹的石头外壳很厚 而里面的清甜洞石 只有薄薄的两厘米 如果按照传统的雕刻手法 去皮 去肉的话 这样薄的食材 根本无法雕刻成一件作品 在所有人眼中 就是一块废料 就这块石料以前来说 就是认为是一块不够好的石料 是吧 基本上也是拿来做做底座 做做配角的 但是在您这么看来 做了一个高山流水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白色的洞 这个一片 正好做这个破布 这一类的东西 所以我就把它做成一些 高山流水的感觉 后来慢慢地大家都 以肺为宝 把这个整体的石料 保留下来 在牛克斯的巧妙构思下 外面原本要被抛弃的硬石料 被随形雕刻成了险峻的高山 而薄薄的一层绿色洞石 则被巧雕成了瀑布 流水 松树和小船 一幅高山流水的田园风光 生动而和谐 就这样 原本的一块废料 在牛克斯的手中 变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作品 我觉得这个石料的东西 也是比较可贵的 它资源很少 那么我觉得尽量把它利用成 在我眼里石头没有好与坏 只不过在玄子在画家眼里一样 能画出什么东西来 这是最重要的 根本就在于这个作者 对这个石头的理解 能做出最好的作品 就是您赋予它的价值 对 很多是囤石头 我从来不囤 我觉得我就是说 没有石料做的时候 我真是这么想 到马路边建一块 也是能做这好作品 对于自己的石雕记忆 牛克斯很有自信 这些年来 他一直在不断挑战自我 作品《黄牙菜》 就是牛克斯 又一件充满挑战性的作品 而这件作品 最终也成就了他 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梦想 好漂亮 而且您看这个白菜叶 还卷着边特别的薄 白菜这个大叶子里边的脉络 都已经出来了 这个叼的是一种特别细的功夫 还有两只蝴蝶 是啊 这个白菜叼的是 它是用四种叼法叼的 它是里边的一颗小小的白菜 它有圆叼在里边 有高腹叼在里边 还有薄翼叼在里边 还有楼叼在里边 薄翼叼就体现在 那个白菜茎啊 最细的地方 很薄的一层 跟蒸的一样的 牛克斯创作的黄牙菜 选用的是清甜时中的 上等食材 金玉洞雕刻而成的 它阴色是雕 将金玉洞中金黄色的部分 雕刻成卷书自然的菜心 青玉色的部分 雕刻成质感丰富的菜叶 菜叶上的精络 清晰可见 由里倒半 由小而大 苍苍叠叠 左右二十多层 菜心还有两只小蝴蝶 在镇翅玉飞 充满了生命力 牛克斯喜欢这样 生活化的题材 这源于他 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 在他的眼中 最简单的东西 最艺术 白菜呢 实际上是一个 大家都认识的一颗菜 我也许觉得是品种是有点不同 每个地方的白菜 比如山东大白菜 江南华阳菜 国外也有什么白菜 就是每个人都能看得懂 都能看得懂 看得懂的一颗白菜 我想利用我们这个 这个民间的一些 艺术品 通过这个平台 想走向世界 这个是我 雕白菜一个最大的愿望 通过最简单的一种题材 能表达一种最强的方式 说起白菜题材的作品 很容易就会让人联想到 台北故宫中收藏的 那颗翡翠白菜 再做一颗白菜 对于不少诗雕大师们来说 是需要勇气的 毕竟题材相同 不可避免的 就会被拿出来比较 但是牛克斯 却想挑战一下 不过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要在白菜题材上 有所突破和创新 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为了雕刻这件作品 牛克斯可是煞费苦心 我说自己的白菜 是有生命的白菜 很多是菜板上的白菜 就是从菜场买过来 横着那里的 我对这个不喜欢 我就是太阳快升起的时候 我倒过菜园子好多次 去观察这个白菜 后来我才发现 这个白菜 它是有生硬的 在生长的过程 什么声音呢 就是咔咔响的 一到下午 它就腌掉了 就开始小掉了白菜 同样的一颗白菜 在那时候是最大的 这是您观察多次 熬着夜 顶着露水观察出来的 对 那您这颗白菜体现的 就是清晨咔咔响的那颗 对 我总是跟别人讲 这个白菜你细看 它还有声音会出来 它在生长的那种感觉会有的 勃勃生机 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尤克斯在2006年 终于完成了这件作品 呈现出的效果 也让他自己十分满意 当时正值第五届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评审前夕 纽克斯希望 能够依靠这件作品 通过评审 在当时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是中国政府授予 工艺美术创作者的 国家级称号 从1979年至今 只有400多人获此称号 他们代表了 中国工艺美术界的最高水平 这也是纽克斯从一以来 一直梦想着能得到的荣誉 靠着青田石雕 黄牙菜 纽克斯成为了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圆了他多年的梦想 出身石雕世家 从小练就好手艺 钓牛的时候 牛就是你老师 你做鸡 这个鸡呢 我们就是满地地跑 就是你老师 贫穷少年坚强谋生 追梦道路充满坎坷 因为我也倒下去的时候 我船家都要倒 很多人都说了 这家人肯定会去腰饭 海外十年历经艰辛 当他去了之后呢 我们就想回来 我妈不让我回去 流行无限 精彩继续 青田石因出产于浙江省北部的 青田县而得名 它色彩丰富 花纹奇特 质地 艰密细致 是中国传统的四大印章石之一 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 青田当地的人们就发现了山中所蕴藏的这种奇石资源 开始利用它们雕刻一些百件 器皿 宋代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开采 被用来制作文房雅具及文人所用的图章 到了明代 青田石更是备受达官显贵和文人末刻的追捧 到了清朝石 每年出产石料一万多金 如今由于资源日益稀少 青田石的价值早已超越黄金 成为收藏爱好者争相追捧的对象 在牛克斯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青田县郊 储量最为丰富的一处矿山 青田石中的上品 封门青 灯光洞等均产自这里 这矿好深啊 走到这么远都没有看到有合适的石台 是啊 比如说我们走了几百米 这里刚刚看到有些封门青的 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出来 看到了 这一片绿是吧 这是特别轻的 仔细看是吧 这个就叫封门青是吧 形成的东西 它比方说这个架子 它就是取开很好的方丈的时候 它的价位就在几十万或者几百万 天哪 那这一片不得是几千万了 那不是的 因为它里边会产生一些杂志 或者一些利文 所以形成一个好的方丈 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们都打了几千年了 也没有打出几个真正好的船石的方丈 看来这个好石头也是一石难求 是的 我们再往前面走走看一看 矿洞之行让我们不禁感叹 一件船石的石雕作品背后 不仅有着石雕师傅们 小夺天宫的技艺 更凝结着无数 矿洞师傅们的汗水和艰辛 纽克斯告诉我们 青天石的种类多达上百种 其中最名贵的品种首推灯光洞 石头呈半透明状 在灯光的照耀下晶莹如玉 而淡青色的风门青 质地温润高雅 有石中之君子的美誉 此外还有金玉洞 黄金药 风门三彩 蓝星等 都是青田石中的上品 丰富多彩的青田石 为一代代的石雕师傅们 提供了各种创意的可能 离开矿山已经临近中午 纽克斯决定带我们 去他的老家山口镇转转 这里是纽克斯生活了 近二十年的地方 纽克斯1954年 出生在一个石雕世家当中 父亲是当地的石雕名师 在纽克斯的印象中 他的父亲雕人物有绝招 随手拿起一块石头 对准一个人 三刀两刀 一旦烟功夫 就能雕出一个活灵活现的人像来 耳濡目染之下 年幼的纽克斯 也对石雕产生了兴趣 因为我们这里都是算石雕四家 我就是一边读书 一边就天天在玩石头 作为自己想玩的小猴子 小猪小狗的 您父亲教您这些怎么画 您现在还记得吗 比方说我父亲说 老师只能教你这基本的工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 那是农村 边上也有牛圈 猪圈 鸡圈 你去学雕牛的时候 牛就是你老师 你做鸡 这个鸡我们就是满地都跑 就是你老师 你是做山水 你看我们四面黄山 它是真正的山 就是我的老师 您现在的作品 一切都特别充满自然之气 可能这点都是受您父亲的启蒙 应该是 我觉得身边的东西 是可亲可爱的 牛克斯从小就在石雕中 展露出了艺术天赋 小学的时候 他雕刻的作品 就已经像模像样了 有时不知情的邻居看到后 还以为是他父亲的作品 那个时候 牛克斯的家庭十分贫困 为了补贴家用 有时候 父亲就会把牛克斯的练习作品 拿到集市上贩卖 第一批我卖作品的时候 是《八仙固海》 我是记得很清楚 那时候是八公分的 做了很多 几十个 后来我父亲就把我挑了 那么两套 就卖了 卖了可能十来块钱 当时不错了 当时就觉得 原来我还能挣钱的 十几岁 很骄傲 觉得这个石头还真是好 在那个年代里 石雕艺人并不被社会所重视 牟生也较为艰难 在牛克斯的记忆里 他的童年生活 时刻与清贫相伴 我小时候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 碗是根本不用洗的 小时候碗为什么不用洗 因为我们都舔过的嘛 就是说你吃过的骨头啃过来 肯定掉到地下 狗都不去闻的那种 根本就没有东西吃 我的梦想就是说 吃饱 穿暖 不要受人欺负 已经就是我的梦想了 1972年 牛克斯的父亲不幸去世 家里五口人的生活 一下子没有了着落 作为长子的牛克斯 不得不用他瘦弱的肩膀 去撑起这个破碎的家庭 那一年他刚好18岁 当时我父亲死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真是没掉过阳丽 我这个宁心有一股力量 在那里支撑着 因为我也倒下去的时候 我船家都要倒 很多人都说到 这家人肯定会去腰饭 您当时我感觉 一直是心里憋着一口劲 一定要把这个家庭的负担 给承沾起来 不让这个家散去 这个是 这股力量是最强大的 父亲去世之后 牛克斯强忍着悲伤 在亲戚的帮助下 进入了当地的一个石雕厂 做起了临时工 在工厂中 临时工的待遇 与正式工相比 有着天壤之病 做的都是正式工 不愿意干的事情 但是为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 牛克斯咬牙坚持了下来 同样的两件作品 它有一件作品 就需要五天的工 有一件作品 就需要两天的工 但是它的价钱是一样的 那么我只能拿 那个五天的工来做 做他们一样的事情 那么我也会在两三天 能把它做出来 当时您的速度 就是全场第一名 就是最快的 那当时受到这种 不公平的对待 心里是不是也挺接受不了的 也没有 我心里想就是 当时就是 最幸福的就是说 有事情做 最怕就是什么 有事情做 所以只要让我有事情做 已经就是相当满足了 也不会说跟别人比 不会的 我就只能跟自己比 我觉得有事情做 已经在这个社会上 我就有生存的地位给我了 我觉得就很好 那您现在回想起 工厂这段日子 这几年待得很苦 他给您的人生经历 带来一种什么呢 反想过来到今天为止 认可的 做得多也好 有压力也好 是给我人生最大的一个推动 最大的好处就是 给我锻炼的机会 这个是才有今天的成就 两年的时间里 牛克斯成为了工厂里 技术最好 出火最快的工人 但是由于临时工的身份 牛克斯一直得不到 应有的重视 就在他有些彷徨的时候 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到来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内蒙古的巴林右旗 开始大规模开发巴林石 那个时候 当地人没有人精通石雕技艺 石头开采出来后 只能制作一些 简单的器皿 不仅工艺粗糙 而且对于石头的资源 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因为他们就开始计划 对这个石头的破坏率很大 他们都会拿最好的石头 继续是用车床来车 就是车一个印尼河 车一个烟灰杆 现在一想可惜极了 当时不止钱它 因为一个继续方丈 现在是几十万的 当时我们也就卖两块钱 当时巴林右旗工艺美术厂 也意识到了技术力量缺乏的问题 于是他们来到青田县 又在那里聘请一位石雕师傅 回去带图授课 他们开出的待遇很好 但是却没有多少人愿意去 一来离家太远 二来南北方生活习惯不太相同 担心不能适应 巴林右旗工艺美术厂相中的人中 只有纽克斯愿意前往 1974年 年纪二十岁的纽克斯 来到了内蒙古的巴林右旗 终于能够大展拳脚了 创作的题材 也变得更加随心所欲 丰富多样 不过在那个时候 纽克斯并没有什么 宏伟的艺术梦想 石雕对于他来说 依然只是一个用来糊口的工作 这样的日子 一过就是十年 直到1984年的一天 纽克斯收到了一封信 一直生活在荷兰的叔叔 问他愿不愿意 出去闯一闯 那个时候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不久 国门的打开 让很多年轻人 对海外充满了好奇 渴望去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 一股出国流学和打工的热潮 涌动了起来 青田是著名的桥乡 当地人旅居海外的历史 有三百多年 几乎家家都有亲戚 在国外生活 改革开放之后 纽克斯回家的时候 常常听说 又有谁在国外赚到了大钱的故事 到国外淘金 成为了那时不少青田人的梦想 纽克斯也动了心思 我当时的心思 其实很喜欢出国的 因为当时这个欧洲的梦 其实我们所听到的 说有些想象到的东西 好像跟我们国家不同 到欧洲当时倒是这么想 欧洲就你到了欧洲就到了金块了 你就随便可以 好像是没想过它会 跟相思完全不同的这种想法 我们有认为只要走出这个国门 肯定会发达就是这样 其实去了不是那么回事 那您到了欧洲之后 开始做什么呢 他给我介绍一个厨房 厨房因为我们又不会跑谈 因为语言不懂 那么我去了这厨房 第一天当然是开始洗厕所 洗碗 我在中国都是坐死掉坐死掉 人是坐在那里干活的 对这个仗子不太习惯 我仗了一个星期 所有的鞋都穿不进去 脚都肿 全部是肿的 我买了一扇偷鞋大一点的 老板还不让我穿 真的是苦 那时候有一天回家 就是说我记得有快两点钟了 我洗澡都没力气 靠一下再洗澡吧 其实一靠就是天亮了 马上要干第二天起来干活了 辛苦的付出并没有丰厚的回报 那个时候 纽克斯一个月的工资 折合成人民币只有三四百元 与在国内总是失调工作相比 只多赚了一点点 坚持了几个月之后 纽克斯产生回国的念头 当他去了之后呢 我就想回来 我妈不让我回去 因为当时我们出国的时候 到车站里最起码 都有几百人去送行 给我们送一些很多东西 我们还要请大家吃饭 就是比什么都隆重高的 所以你回来 你一个华侨再苦在外边 家里人是很风光的 因为你回来之后 你家里人是觉得很没面子的 这个层面还是在的 无论如何要让你饶養 你就是死活 你还要在外边这么生存下去 你要顾几个面子 为了家人的面子 为了多赚些钱寄回家中 纽克斯无可奈何地留了下来 但是日复一日的打工生活 并没有带给他多大的快乐 在欧洲的那段时间 最让他高兴的 还是在闲暇的时间里 参观各种博物馆中的艺术珍品 在街头巷尾寻访大师的石雕作品 您在欧洲是看了很多博物馆 那有没有看到 雕塑大师罗丹的作品呢 有啊 我看到 比方说他的思想者 看他的雕塑 就像这个骨子里边在流血 是吧 肌肉里边在流血 思想里边真是有思想的感觉 那当时您有没有思索 他怎么做到的 他的作品里边 就是有他的思想 所以我一直强调 我自己也是这样做 做任何的艺术 手工也好 不能用手去做 也不能说 有的人是用心去做 我觉得还不够 他一定是要用神去做 才能做出思想来 才能做出神入化的感觉 当时这位在欧洲餐馆里 打砸的年轻人 内心深处却不甘于平庸 一个关于诗雕艺术的梦想 在他的心中慢慢成形 纽克斯常年观摩 世界级大师的作品 看到了匠人与艺术家的区别 理解得越深 就越渴望重新拿起雕刻刀来 从事他最喜欢的事业 几经周折 纽克斯终于在法国的 一家家具工厂 找到了一份 和雕刻相关的工作 做完家具之后呢 他们都要搞雕刻的 那个帮助我很大 因为他们雕的也不完全是 我们中国的东方的文化 他们也有西方 中西结合的文化 他们正好 这个给我一个空间很大很大 因为当时这个工厂 有几个法国人在那里做 他们愿意教我 因为我在他们眼里也很有优点 因为他觉得我是第一天动工的时候 能刻出这么好的东西来 那么就开始我雕时 雕我们的艺术多一点 后来呢 慢慢地就 我就跟他穿插起来 让他雕一些东方的 这些花草啊 楼台亭角 我就雕一些人物啊 这些国外的艺术 我感觉您说这段工作 应该是您在欧洲 收获最大的一份工作 纽克斯又能重新干回雕刻的工作 这让他在欧洲的日子 变得快乐了不少 由于记忆出众 没过几年 纽克斯每个月 就能赚取两万多法拉 多年的海外打拼 终于有所收获 可是对于纽克斯来说 虽然钱越赚越多 但是内心深处 对于重回石雕行业的渴望 却越来越深 多年的漂泊让纽克斯 坚定了一个想法 那就是对石雕的热爱 是什么都无法取代的 上个世纪90年代 中国经济进入了 高速发展的阶段 80年代出现的出国热 慢慢也变为90年代的归国潮 纽克斯也动了心思 那怎么就又想到回国了 其实在法国这份工 打得也蛮好的 当时又看到一些 听到一些 我们的国家这么的沸腾 我觉得这个盛世的时候 往往是艺术品收藏的时候 能出这个精品的时候 人在温饱之下 才能做出好的作品 因为这个我觉得时代到了 1995年纽克斯结束了十年的海外生活 回到了老家清田 少小离家老大回 十年前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 让刘克斯一时间难以适应 要重新做回老本行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其实从年轻小伙子走的时候 回来已经是中年人了 能不能接受我 今天 那么我能不能再能 赶得上他们这一份技术 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我还是每家每户地看石雕 我觉得还是跟以前差不多 通过一年时间的考察 纽克斯对于自己重回石雕行业 有了信心 当时纽克斯的一位朋友 找上门来 希望他能够帮忙雕刻一块 重达六七百斤的石头 这么大型的创作 在当时的清田石雕界 还是比较罕见的 《崇石老本行》 第一件作品是什么呢 第一件作品做的是锦绣和尚 您怎么会想到这样的题材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的祖国 真是发达 放荣 产生了 尤其这是您回国之后 对祖国的一份感情 是 这个作品也是刻了一些 我们的民主的一些山水风光 就是那一种 比较欣兴向荣的一些 很多人物在里面的 坎坷的经历 丰富的阅历 使得纽克斯对于艺术创作 有了更深的感悟 而法国的经历 也让他学习了不少西方的雕刻手法 1997年 纽克斯回国后的第一件作品 锦绣和山 终于创作完成 在这件作品中 纽克斯将中国石刻 书画艺术中的线条表现力 和西方雕塑艺术中的造型感 渗透交融到清田石雕 这一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当中 他们当时就卖了100多万 是第一 清田石雕里面是第一件 超过百万的 当时听了是一个很惊讶的东西 因为百万这个东西 在我们从小概念 都是在电影里看过 一个小密码箱拿起来 百万富翁 就是这个概念 我都没想到这个树木 会在我的作品里面出现的 也特别得意吧 知道这个消息 锦绣和山是清田石雕当中 第一件价值超过百万元的作品 这个消息让纽克斯名声大噪 无数人慕名前来 将自己的石头 委托给纽克斯来进行雕刻 当时有人戏称 纽克斯的一双手价值百万 可是就在他风头正静的时候 纽克斯却做出了一个 出人意料的决定 我想也许是我们年轻的时候 书读得太少了 我发现现在有钱 去读研究生 就去读了两年 把这个钱也都没了 在做作品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到 我读书少 对我完成这个作品有点阻碍 是有困难 但是不会想到去读书 就是说我另外 也许会在想 我学到老做到老 一边做一边学 你说工作赚钱这么好的机会 就是把这个工作扔了 去完完全全地读两年书 这个决心是下得很大的 2002年9月 纽克斯来到了杭州的 中国美院深造 学习雕塑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在两年的时间里 纽克斯停下了手中所有的工作 系统地学习了美学理论 在很多人的眼中 已经人到中年的纽克斯 有钱不赚 跑去读书 是很不划算的事情 但是纽克斯却不这么认为 正是这两年的学习 让纽克斯在美学理解上 再次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04年 毕业后的纽克斯开始用清甜食 创作作品《黄牙菜》 并依靠着这件作品 在2006年成功获得了 国务院授予的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现在的纽克斯 每天都在构思和创作着新的作品 这件大型雕塑作品 已经做了一年多的时间了 对于最后所呈现出的效果 纽克斯自己也十分期待 这件作品就叫 《雨后青山铁柱城》 这个作品的大概的构思 都已经出来了 您就准备用各种各样的 把这个绿都利用上 都刻成树吗 也有房子 房子里边还有人物 人物很多 还有做一些小猴子 里边有的小动物在里面 人与自然 还有动物和谐相处 现在人们需要的 这种青山绿水的感觉 现在是最可怕的一种东西 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是 它做出来能代表一个时代 我感觉您在做作品的时候 特别强调一个理念 就是与这个时代要紧密结合 是啊 因为每个时代的作品 人们需要的 它的对艺术的要求 不一样 所以我们能在一个某一个时代 也对人们的思想 我们要了解 才能做出一种好作品 在作品的创作中 要与时俱进 这是牛克斯的艺术追求 但是在它的内心深处 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那就是让中国的传统工艺 能够走向世界 特别是被西方社会 所理解和接受 于是在2004年的时候 牛克斯在美国硅谷 建起了牛克斯个人艺术馆 常年对外开放 让更多的外国人 能够领略到 中国传统工艺之美 很多人如果我们在国外 搞什么馆会转很多钱 其实我们是一直在 用其他的方式来补充它的 你说这个生活方面 还是没问题的 把这个馆养好 我觉得我要做的 今天已经这个回报我很多了 我要给社会一种真正的回报 把我们的文化 真正的宣传到国外去 专专的西方去 您现在已经把展品和展馆 都开到了国外 那您这未来 还有什么样的梦想呢 梦想嘛 其实我就想 我的艺术品 我的作品 能摆到世界顶级的博物馆 为这个梦想 我会把作品做得更好 更艺术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